《小席兵》 和跳芭蕾舞的女孩 最后留下淡淡的遗憾与感伤 但是小席兵虽然历经千辛万苦 对女孩的心意仍然不变 也让人感到钦佩与祝福 想知道小席兵和芭蕾舞女孩之间 发生的事吗 让我们一起听故事吧 有个小男孩在他过生日的时候 收到了一个彩色的大盒子 他兴奋地打开一看 高兴地叫着 哇 是小席兵呢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有二十五个小席兵 盒子里的二十五个小席兵 身上穿着帅气的蓝色衣服 红色裤子 头上戴着神气的红色高帽 肩膀上背着一把又直又长的枪 直挺挺地站着 看起来一副熊啾啾气昂昂的样子 诶 这个小席兵怎么叫一只脚呢 太奇怪了 原来啊 这二十五个小席兵 全部都是工匠 用同一根旧的席汤匙做出来的 但做到最后一个小席兵时 席却不太够用 所以最后一个小席兵 只有一条腿 嗯 该把这个特别的小席兵 放在哪里呢 啊 对了 就放在这里好了 小男孩将这个特别的小席兵 放在一座用纸做成的城堡前 高兴地说 就让你站在这个漂亮的城堡旁边 担任首位的工作吧 这座城堡里有一个蓝色的湖 还有几只天鹅在湖面上游来游去 湖边站着一个女孩 她肩上披着蓝色的缎带 腰上有一个漂亮的青绿色装饰品 女孩穿一条红裙子 正跳着芭蕾舞呢 哇 好可爱的小女孩 可惜她和我一样 只有一条腿 因为小女孩跳着芭蕾舞 把一只脚举得高高的 藏在裙子里面 看起来好像也只有一条腿 这让小西兵以为 看见了和自己同病相怜的女孩 不由自主地对她产生了好感 不知道她愿不愿意当我的朋友 但她是如此的美丽高贵 还住在一个这么大的宫殿里 而我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士兵 还和其他24个士兵一起住在盒子里 她会喜欢我吗 夜深了 生日派对也结束了 小男孩的保姆 催促着小男孩赶快上床睡觉 灯关了 所有的人全都睡着了 整个屋子开始安静下来 只有小西兵和芭蕾舞女孩 一动也不动地站着 小西兵的眼睛始终看着芭蕾舞女孩 没有离开过 在人们都睡着的时候 就是玩具们的游戏时间 在午夜12点时 一个圆盒子砰地打开 跳出了一个全身黑漆漆的小妖精 哎哟 梦死我了 真是梦死我了 小黑妖精东逛逛西晃晃 走到城堡前时 一下子就被芭蕾舞女孩给吸引住了 他和小西兵一样 立刻喜欢上了芭蕾舞女孩 同时他也发现 小西兵一直动也不动地望着芭蕾舞女孩 这让小黑妖精非常不开心 于是他走到小西兵身边 冷言冷语地对她说 不要再看了 也不想象你自己的身份 你只不过是个小西兵 还敢妄想美丽的女孩 没想到 小西兵对她的话竟然充尔不闻 完全不当一回事 好啊 你不理我是吧 等着瞧 明天我一定给你好看 站在一旁的芭蕾舞女孩 虽然也听见了这些话 但依旧直直看着前方 一动也不动 什么也没说 第二天早上 小男孩决定让小西兵 看看外面的风景 就将小西兵放在窗户边 啊 对了 我让芭蕾舞女孩 也一起来陪你好了 就在小男孩转身的那一刻 也不知道是不是小黑妖精搞得贵 突然一阵强风吹来 少了一条腿的小西兵 一个重心不稳 就从三楼掉了下去 啊 我的小西兵怎么不见了 他刚才还在这里的 这时的小西兵已经头朝下 墙上的刺刀 正巧插进街上的石板缝里 就这么头下脚上的倒立着 啊 我多么想和芭蕾舞女孩 一起看风景 啊 要是 我还能够再见他一面就好了 不久之后 开始下起大雨 两个男孩经过这里 他们发现了雨中的小西兵 你看 这里有一个小西兵耶 我有个好主意 我们帮他造一条船 让他去旅行 你说好不好 他们用报纸做了一条船 把小西兵放在船上 小西兵沿着水沟 顺流飘下 因为下过大雨 水沟里的水流非常湍急 只有一条腿的小西兵 好多次都差点 因为纸船的晃动而摔倒 但他一点也不害怕 还是努力地 让自己站得直挺挺的 船怎么跑那么快了 都看不见了 都是你了 都做这么慢 两个男孩彼此抱怨着 但眼看纸船越跑越远 直到再也追不上了 只好失望地离开 就是小西兵的心理想着 我知道那位美丽的女孩 怎么样了 如果她也在船上就好了 这样不管四周多么漆黑 我都不会害怕 这时一只住在下水道的老鼠 突然冲出来 凶狠地等着小西兵 你是谁 你为什么会来这里 你的通行站呢 小西兵根本不想理他 只是双眼直视前方 紧紧地握着自己手里的枪 可恶啊 你竟敢不理我 别跑 气炸了的老鼠 使尽全力 紧追着小船不放 可是水流的速度 实在是太快了 才一眨眼的功夫 直船已经到了下水道出口 太好了 我终于逃离下水道了 可是啊 船才一离开下水道出口 小西兵就立刻被卷进一个强烈漩涡里 最后船沉了 小西兵也跟着慢慢沉了下去 他自言自语着说 我要沉默在这里了吧 好可惜哦 这样我就再也见不到那个美丽达女孩了 这个时候 忽然有一个东西靠近了小西兵 他还来不及仔细看清楚 就已经一个转身 滚进了一个又暗又窄的奇怪地方 这 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啊 原来当小西兵往下沉的时候 正好有一条大鱼经过 大鱼看到了小西兵 还以为是好吃的食物 就一口将它吞进了肚子里 不知道过了多久 一道小小的光线 突然照进了这个阴暗狭窄的地方 接着四周就亮了起来 小西兵还听见了一个声音 疑惑地说 这是什么东西啊 天啊 不会吧 这是曲了一条腿的小西兵 怎么会在这里呢 原来大鱼被渔夫抓住之后 送到市场去卖 刚好小男孩家的保姆 到市场去买鱼 很凑巧地选中了这条大鱼 所以当保姆切开渔夫后 才会意外发现 小男孩遗失的小西兵 你看 我找到了什么 哇 是我最喜欢的小西兵 你在哪里找到的 小男孩看见小西兵 简直不敢相信 他高兴得又叫又跳 啊 你竟然跑到鱼肚子里去 难怪我怎么找都找不到你 又轻又轻又轻的小男孩 把小西兵重新放回城堡前面 小西兵终于回到了他朝思暮想的芭蕾屋女孩身边 你为什么会在鱼肚子里啊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啊 玩具们你一言我一句的 大家都想知道 小西兵到底去了哪些地方 发生了哪些事 可是 小西兵什么话也不说 只是静静地看着美丽的芭蕾屋女孩 我终于又见到你了 我觉得自己真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 忽然之间 小男孩竟然哭着冲进房间 一把拿起了小西兵 将它狠狠地扔进 正烧着熊熊烈火的火炉里 小男孩根本没有理由这么做 那可是他好不容易找回来的心爱玩具啊 所有的玩具都明白 这一定又是圆盒子里的 那个小黑妖精在捣蛋 怎么会这样 好烫啊 被丢进火炉的可怜小西兵 根本搞不清楚发生什么事情 也还来不及反应 全身就已经被火包围了 我想这一次 我是真的要在这个世界消失啊 大火越烧越旺 小西兵的身体也越来越红 直到红到亮了起来 他身上原本鲜艳的颜色渐渐地吞去 手和脚也开始慢慢地融化 只要再看一眼 只要让我再看一眼就好 我就算是消失也没有遗憾了 于是小西兵 拼上最后一丝力气 望向芭蕾舞女孩 没想到这是芭蕾舞女孩的眼光 竟然也放在小西兵身上 这让小西兵的心里感到安慰 他觉得自己的爱终于得到了回应 我不能忘记自己的身份 我一定要坚持到最后一刻 我必须扛着枪坚定地站着 努力扮演好士兵的角色 这时候门忽然开了 房间瞬间吹进了一阵强风 说也奇怪 这阵强风竟然这么凑巧 卷进了芭蕾舞女孩 将她吹进了火炉里 而且刚好落在小西兵的身旁 来人啊 救命啊 快来救救芭蕾舞女孩吧 小西兵急得想要大喊 但一切都来不及了 因为芭蕾舞女孩是只做的 所以才一下子就被火烧得无影无踪了 我觉得心好痛 这比我自己即将消失在这个世界还要难受 不久之后 小西兵也逃不过命运的安排 被火烧得只剩下一块席 第二天早晨 宝姆在清理火炉的灰烬时 意外发现了一颗小小的爱心形状的喜块 他惊讶地说 这是什么啊 该不会是昨天被小主人丢到火炉里的小西兵吧 接着包姆又发现 席心的旁边 仅仅连着一个青绿色的圆形装饰品 诶 这不是芭蕾舞女孩身上的配件吗 原来 小西兵已经烧成一个小小的爱心形状的喜块 而芭蕾舞女孩也稍得只剩下腰上的青绿色圆形配件 两个人紧紧地粘在一起了 就这样 小西兵和芭蕾舞女孩永远在一起 再也不分开了 想一想 勇敢又坚强的小西兵 虽然遭遇种种困难 但他并不害怕 也不放弃希望 想一想 你也有遇到困难的时候吗 当我们遇到难题时 记得要勇敢地坚持下去哦 点赞气